拍過無數武俠劇集的惠天賜 日前在北京家一張導演椅子上暴斃 享年55歲 身為妹妹的惠英雄 原本就打電話給小四問候 可惜就一直失去聯絡 情急下就打給小四北京的經理人 最後報警破門入屋 不過可惜警方發現小四的時候 兩兄妹已經以陰陽相隔了 因為事出突然 惠英雄原本身處杭州拍劇集 日前更加拍到殺科最後一場戲 但面對至親離去 小紅都立即請假飛去北京處理哥哥的身後事 日前下午兩點多 小紅就隻身現身北京首都機場 見他戴了太陽眼鏡 面容有點潮水 不過他依然大方被傳媒拍照和接受訪問 他就說他很希望可以把哥哥的遺體運回香港 而小紅去停車場的期間 撞到好朋友吳京 小紅把這個死訊告訴吳京之後 對方立即抱著他安慰一下他 這個時候小紅就立即決題了 其後他們就搭車去到城堂司法鑑定所 處理了身後事 其實為天賜人生最後半年 不時在微博上發表減肥宣言 在4月份他已經表示 希望可以在半個月裡勁減10斤 最後果然言出必行 在5月的時候他就減了11公斤 而小四暴斃的原因一直成迷 小紅就透露死因可能是過度減肥 但是小四的師兄弟董偉他就認為 小四的死因未必是減肥所致的 在5月中的死因未必會 小紅人 小紅人 小紅人